好 颱风才刚过 这个恒春半岛东岸的海面上面 就出现了罕见的水龙卷哦 天色虽然蛮昏暗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水龙卷一直旋转 然后直冲天际 非常的壮观 时间在清晨6点56分 恒春半岛东岸的太平洋海面 突然一道水柱不断向天空卷啊卷 整个海面雾气震腾气势惊人 目击的民众当时正在墾丁的设顶公园商鸟 竟发现罕见的水龙卷 在水面上发现有一个柱状的水体 跟天空的云连接在一起 仔细看它就是一个在海面形成的水龙卷 当时的时间大概是在6点56分到57分左右 这道水龙卷呈现漏斗状 从云层延伸到海面连成一气 相当壮观 历时5分钟 水龙卷通常在封面雷雨 或台风侵袭期间出现 可能是高空中上下层气流产生垂直风切 发生涡旋运动 平均风速可达每小时160公里 破坏力强 虽然水龙卷的强度比龙卷风弱 但对海面上的船只仍具有威胁性 渔船发现后应立刻转向避开 中天新闻张春华王一杰 屏东采访不到